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企图强行独立 谁知这出闹剧却阴差阳错成了事实 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1921年 俄国爆发十月革命 沙俄残步逃窜到外蒙 苏联未剿灭余孽 便堂而皇之地攻入外蒙 野心勃勃的苏军紧接着击败中国驻军 在外蒙建立起魁内政权 将那些心向中国反对独立的外蒙人清洗了个别 硬生生霸占了外蒙几十年 这时美国突然站了出来 支持苏联得到外蒙股 这又是怎么回事 原来为了尽早击退日本 美国提议苏联参与对日作战 而支持外蒙 独立就是美国送给苏联的那块蛋糕 消息传来 蒋建实忧心不已 当即派代表团找斯大林谈判 谈判一开始 斯大林就扔出了一叠文书 说道 这是罗斯福签过字的 蒋经国深知美国已经和苏联穿一条铺子 想凭一己之力收复外蒙难于登天 但总不能白白把领土送出去 于是双方争得面红而至 最终也没能达成共识 然而蒋介石还急需收复东北和新疆势地 偏偏地靠苏军帮忙 万般无奈之下 他只好就派蒋经国私下去看望斯大林 蒋经国与斯大林说 东北和台湾还没收复 要是把外蒙也割让出去 势必会引起国民愤怒 可力反对政府 但斯大林态度傲慢 他说 现在是中国要苏联帮忙 不是苏联要中国帮忙 任凭蒋经国百般劝说 斯大林还是甩出了一句话 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 1945年 蒋经国无奈与斯大林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定 由外蒙公民投票 来决定独立与否 但谁也没想到 就在协议签订的第二天 美国突然向日本扔出那原子弹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假若蒋经国能多撑一天 外蒙的结局将被改写 然而苏军已经督促外蒙 以接近100%的票数独立 为了防止蒋介石变卦 斯大林还将苏军牢牢驻扎在东北部撤退 威胁到 中方若不履行条约 失去的就不止外蒙一块土地 直到第二年 郭民政府才发表了态度冷淡的简短公报 承认外蒙古独立 1991年 外蒙摆脱了苏联的控制 国内流传出 蒙古大呼拉尔讨论回归中国的消息 许多人认为 外蒙或许会有主动回归之心 但2011年 外蒙通讯社社长公开发言 100年前 我们不不再在听从北京的命令 20年前 我们不再看莫斯科的眼色 我们是个真正独立自主的国家 如此看来 蒙古想主动回归的说法 仅仅是一厢情愿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